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一种包括的主要内容 包括的主要内容 随着中国大陆寻求更多台湾资金 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倾听呢 中国研究人员希望创造出真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 你正在使用的安全摄像头和智能门铃 可能存在一些重大安全漏洞 爱尔兰将保留有关母亲在家庭中的职责的性别歧视 宪法诱语 莫多克计划第五次结婚 他今年92岁 请大家收看 随着中国大陆寻求更多台湾资金 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倾听呢 南婆走路 中国浙江省的绍兴市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网络活动 旨在吸引台湾投资者进入当地软件行业 这次活动吸引了约100名台湾商人 是中国继续努力实现与台湾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 然而分析师表示 这些努力只会对已经与中国有关系的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许多台湾投资者在中国已经有现有业务 但投资者数量在过去几年并没有显著增加或减少 参加绍兴活动的台湾投资者已经在中国设有工厂 并希望扩大业务 预计中国今年将加大吸引台湾投资的努力 特别关注两岸一体化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表示将使用武力重新统一两岸 如果有必要的话 中国研究人员希望创造出真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 NFB 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新的框架 将先前的知识与数据结合起来训练机器学习模型 该框架旨在创建知识机器学习模型 可以将物理定律和数觉逻辑的知识融入到其输出中 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将人类知识嵌入到人工智能模型中 可以提高其效率和推理能力 使其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更加有用 团队希望进步发展这个框架 使人工智能能够直接从数据中识别自己的知识和规则 而无需人为干预 你正在使用的安全摄像头和智能门铃 可能存在一些重大安全漏洞 CNN 智能家居设备制造商YSR正在一起数据泄露事件 泄露了13 明明客户及其摄像头的个人信息 此事件是由于第三方合作伙伴 在该公司的服务器上引发了缓存问题 YSR是无法提供有关此次泄露的详细信息 就在几周前 消费者报告发现亚马旭和其他知名零售商销售的几款廉价智能门铃存在安全漏洞 允许不良分子入侵并访问存储的录像 廉价选项也可能会消失 有时几周或几个月后就会从市场上撤下 因为公司找到了更好的赚钱方式 爱尔兰将保留有关母亲在家庭中的职责的性别歧视 宪法用语 南华早报预计爱尔兰将拒绝修改宪法 删除有关家庭构成和母亲在家中的职责的条款 总理迪隆、瓦拉德卡敦促选民支持这些改变 称现行措辞为非常过时、非常性别歧视 公投结果将于周六晚些时候公布 莫多克计划第五次结婚 他今年92岁 美联社媒体大亨鲁波特 莫多克·瑞普特·莫拉·克特 92岁将迎来第五次婚姻 67岁的未婚妻是俄罗斯出生的退休科学家 艾琳娜、朱克瓦、迪罗纳索、Kofa、埃尼索、Kofa 他们去年相识 朱克瓦的前夫亚历山大 朱克夫·阿雷杰尔·塞口夫是一位异板富光 能源投资者和俄罗斯政治家 莫多克之前与模特杰瑞霍尔 杰瑞霍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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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霍尔好的婚姻在2022年结束 持续了六年 莫多克于1996年创办了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 还有有伦敦时报的Times of London和华尔街日报的Wall Street Journal等其他媒体 他有六个孩子家族财富估计为190亿美元 债券市场定价完美风险可能会出现失误 彭博社投资者正在提高风险曲线 迎接信贷市场 已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寻求高收益 资金正在流入垃圾债券市场 而高级债券基金则迎来了自2020年9月以来的最大周流入量 债券经理表示 只有在美联储对降息采取义务型转弯政策时 市场情绪才会转为负面 并且从货币基金流出并投入债务可能会进一步缩减热差 欧洲刺激债务的销售是追求回报的证据 日本的实体销售商应该对日本的鸡蛋给予同等关注 日经亚洲根据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份报告 日本绝大多数养殖动物都处于恶劣的福利条件下 95%的蛋鸡被关在狭小的蓄电驰龙中 90%的猪肉生产商使用妊娠龙 而日本的牛肉养殖户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给牛去搅 日本公司因缺乏动物福利政策而受到批评 很少采用无龙养殖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倡导的五项自由 该报告警告称 如果日本公司不改善动物福利 可能会面临生育风险 需要更新版权法以跟上 人工智能的进展 南华早报评论版香港计划更新其版权力法 以应对生成是人工智能啊 i 带来的挑战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 是否应该对i生成的内容进行版权保护 如果是的话 由谁拥有所创作作品的权利 不同国家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中国裁定了i生成的内容可以受到版权保护 而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而不能在专利法下被列为发明人 香港版权法的拟议修改 旨在使其与国际发展保持一致 并确保在i时代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提高中国不可或缺的工匠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南华早报中国需要提高熟练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以解决迫切的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这是中国两会代表们的观点 熟练技术人员的短缺占劳动力的26% 阻碍了中国发展优质劳动力和提升高科技制造业的能力 预计到2025年 中国将近3000万个未填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解决这个问题的提议措施 包括将熟练工人纳入公司决策过程 并实施对技术人员的固定补贴 中国将以高科技和私营部门为目标 推动就业创造 南华早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表示 中国将加大对人工智能和代合大数据领域的职业培训 以满足科技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 王小平还表示将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如贷款和税收优惠 2018年6月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1.3% 之后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这一数据 拜登签署重要的政府资金法案 避免了停板 新亿联乔拜登总统于周六签署了六项政府资金法案 此前议员们在一天之内匆忙为关键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财政严度的资金 扣押俄罗斯资产以援助乌克兰会树立不良先例 教授表示 日经亚洲七国集团G7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加激进的制裁措施 以削弱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资金能力 然而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穆尔德警告称 以口称 这样的措施存在风险 特别是冻结资产的没收 可能会导致谈判筹码的丧失 并引发公共和私人财产的问题 穆尔德还认为经济武器化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并不可持续 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重要的储备货币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如何主导全球市场 南华早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和电动汽车EV市场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总量的60% 然而支持EV汽车制造商的政策即将到期 这将导致激烈的竞争和盈利压力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海外市场也面临着挑战 如市场快速变化成本增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计划正在进行中 美国资助在面向台湾的菲律宾岛上建设港口 南华早报美国计划在菲律宾最北部的巴丹省建设一个民用港口 这个港口将是该岛西部现有港口的替代品 由美国陆军资助 巴丹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发生冲突时具有战略意义 因为它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 并且在危机时可能隆纳逃离的菲律宾工人 这一举动预计将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指责菲律宾试图干涉其与台湾有关的内部事物 UFC299嵌入室第六集你最糟糕的噩梦即将成真 雅虎UFC回归了 迎来了2024年的第三场付费时决胜宴 备手欢迎的嵌入室战斗周试题系列 也来记录幕后发生的一切 周日3月10日的电视体育节目 美联社本文提供了3月10日星期日将要播放的体育赛事时间表 时间表包括赛车篮球大学体育体操曲棍球 高尔夫赛马棒球 班比亚篮球NHL取棍球游泳和网庆季 橄榄球足球游泳欢这些赛事本身的进一步细节 香港安全法中外部势力的定义应该明确 南华早报评论版南华早报的一篇专栏警告称 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对外部势力的广泛定义 可能会损害该市的国际联系和多元文化环境 该法律将国际组织公司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定义为外部势力 这一广泛的定义可能会在香港需要国际接触 以吸引人才游客和投资的时候阻碍与外国实体的接触 香港迅速推进新的安全法以应北京的要求 日本时报香港正在加快推进新的安全立法 该立法将对叛国等罪行判处无期徒刑并赋予己方扩大的权力 这是在中国领导人加大压力要求几款完成这一进程之际 这份212页的法案由政府发布 并在周五在该市的立法机构中进行了匆忙安排的辩论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的高级官员敦促通过这项法律后 政府加快了进程 领导人李家超提前从北京返回香港 根据律法记录的审查 这是自1997年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统治以来 首次在同一天公布和变了一项草案法律 听证会将在周六继续进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国市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新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动态和趋势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谈谈中国对台湾资金的吸引力 最近中国浙江省的一个活动吸引了约100名台湾商人 希望吸引更多台湾投资者进入当地的软件行业 然而分析师指出 这些努力可能只会对今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产生影响 并不会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 尽管许多台湾投资者已经在中国有业务 但在过去几年中 他们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或减少 这次活动吸引的投资者已经在中国设有工产 并希望扩大业务 中国正积极吸引台湾投资 特别关注两岸一体化 但这一努力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个新的框架 将先前的知识和数据与机器学习模型相结合 这个框架旨在创造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 可以将物理定律和数学逻辑的知识融入到模型的输出中 研究人员相信 将人类知识融入到人工智能模型中 可以提高其效率和推理能力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更加有用 他们还希望进一步发展这个框架 使人工智能能够直接从数据中识别自己的知识和规则 而无需人为干预 接下来的新闻是关于智能家居设备的安全问题 智能家居设备制造商务 还发生了一起数据泄漏事件 导致13000名客户的个人信息 以及他们的摄像头被泄露 这次事件是由于第三方合作伙伴在该公司的服务器上引发了缓存问题 同样消费者报告还发现了一些严价智能门铃存在安全漏洞 这使得坏人可以侵入并访问存储的录像 使用智能家居设备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 并选择可靠的品牌和产品 在爱尔兰他们正在讨论是否修改宪法中有关母亲在家庭中的职责的条款 总理狄龙瓦拉德卡敦促选民支持这些改变 称卸行措辞为非常过时非常性别歧视 公投结果将于周六晚些时候公布 这是一个掩人注目的辩论 并且对于全球的性别平等运动来说也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有趣的新闻是关于媒体大亨鲁破特莫多克的 他已经92岁了计划迎来他的第五次婚姻 这次他的未婚妻是67岁的俄罗斯退休科学家艾琳娜朱科娃 莫多克是一位成功的媒体企业家 拥有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多家媒体 这也让我们看到年纪不是限制我们寻找幸福的因素 最后我想与观众们分享一些深入的分析和观点 无论是中国吸引台湾投资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或者是安全法的修改 这些新闻都反映了当前世界的一些趋势和问题 中国正努力实现与台湾经济一体化 但吸引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科学和工程领域具有巨大潜力 但我们也需要关注其安全和伦理问题 而在家庭和社会中 我们应该尊重和平等对待所有人 不论他们的性别或角色如何 我也想听听观众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请随时提问和讨论 谢谢大家 中文翻译由而挨完成 如有不准确之处 尽请亮起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it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禁匣 是9yr发明的